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的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有傳陳國基不會去做國安委秘書長 因為他會升做政務司司長 接任他做國安委秘書長的會是誰呢 有傳說現在保安局的副局長歐志光 歐sir 很大機會會接任國安委秘書長 而維基百科還改了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歐sir又是一個什麼人來的呢 待會就跟大家說一說 第二件事想跟大家說一說就是 有些人現在在說 林鄭那個長生樽 即是長生樽 或者長者生活樽貼的東西 合併 將高額和普通額的長者生活樽貼全部都合併 預計就會有五萬名的人士 長者就叫做受惠 有人就質疑 喂 這件事基本上就是 純粹 李家超腳頭好而已 不關他的事 只說到 好像暗子就是 喂 你好運氣而已 不是你做的 這樣 這個人是誰呢 田先生 但是 他這個講話我覺得很不尊重 李家超先生 喂 大佬 他有做過這個政務司司長的 政務司司長他做的期間 不需要處理事務的嗎 當然不是啦 那怎麼可以說他是 腳頭不錯呢 喔 OK 那等一下也跟大家說說這件事好嗎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文潔 紳士大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了 有傳就是 將會接替陳國基出任國安委秘書長的 就會是保安局的副局長歐志光 因為國務院日前已經任命了第六屆行政長官的主要成員 其中現任的特首辦主任陳國基將會出任這個政務司司長 陳國基目前兼任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秘書長 有報導就說 保安局的副局長歐志光 你很大機會會出任國安委的秘書長 而不是鄧炳強 很多人問 有發給我 為什麼不是鄧炳強 鄧炳強 鄧炳強是在裡面的 OK 本身在裡面的 有人問過歐sir的 歐sir就說 多謝關心 沒什麼補充 中央在2020年的時候制定了港局國安法 在我們的香港頒布實施 我們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之後就成立了一個叫做 國家安全委員會就由事任的特首去擔任主席 而中聯辦的主任也會擔任國家安全事務的顧問 事務的成員就包括三司 保安局 警務處 特首辦主任等等 不同的人士都在裡面的了 那就是什麼呢 下一屆特首辦主任 應該就會是現在保安局的常任秘書長葉文娟 也都會在裡面的了 那哪一個做這個叫做秘書長呢 會不會是由葉文娟兼任了呢 有人就是這樣想的 但是有人也傳出來就說 不是啊 就會是歐志光去做秘書長 而歐志光本身在保安局的時候 已經幫李家超擔任副手了 鄧炳強現在任內 也是擔任副手的 那國安委裡面是有什麼人呢 接下來的國安委就是主席 當然是李家超 成員就會是陳國基 陳茂波 林定國 鄧炳強 蕭澤宜 簡啟恩 就是警務局局處長 然後就是歐家宏 入境處長 何佩新 韓國官長 葉文娟 特首辦主任 秘書長就應該會是歐志光 歐sir 而駱惠寧主任就將會是成為國家安全事務的顧問 這件事相信有很多 即是接下來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作 要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 是會接受到我們國務院的監督和問責 你想想 層次是多高 好了 很多人都在說 歐志光是什麼人來的呢 為什麼要叫歐sir呢 因為歐sir 歐志光是前警務人員 在維基百科裡面已經將他改做 是第二任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秘書長 已經直接趴下去 有人將他 歐sir就出生於基層 他父母是做一些叫做廚房和洗碗的工作 而歐志光在初中的時候已經在酒樓工作幫忙加計 因為學費昂貴 他中三已經絕學並且做事幫忙加計 做過很多不同的事情 做過樓面 做過倉務的倉務員 在1979年他18歲的時候立即投考警察 早年就被派去香港仔行逼 因為做最普通的警員 跟著因為那些同袍見他落口供寫英文 頭頭是道 他見到那些同袍落口供寫英文 頭頭是道 他就自愧不如 英文不好 然後花了五年的時間 讀夜校 苦練英文 當時在半功讀的情況下 會考取得到1A 2B 3C 1E的成績 而英文是取得A grade 很厲害 是當時成為了夜校狀元 會考狀元 其後因為工作表現非常突出 所以就在1986年進升了警務督察 由省仔 當時叫省仔 因為很多記錄都寫省仔 即是普通的警務人員 進升到去督察用了10年 跟著10年 之後怎樣呢 其實他都繼續扶搖直上的 做到高級助理署長 跟著做人士及訓練署的署長 跟著去刑事及保安署做署長 負責本港內外的保安和警隊內部的工作 然後在這麼多年的警務生涯裡 是沒有傳過任何的壞畫和醜聞 說他性格非常之好 非常之和順 上升到警司都好啦 因為去到警司的時候有人訪問過他 是毫無價值的 完全沒有價值的 也都很懂得用一個同理心去分析一些警民關係 很著重到市民的所思所想 作風也都非常之低調 無實 每一件事都是非常之仔細的 也都是非常之公正的 所以他是完完全全地沒有任何的醜聞 也都在維護國家安全那方面 他也做得非常之好 例如在2011年 時任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的副總理李克強 去到藍田家訪 然後不知為何 有人穿著平反綠色的衣服 歐次官馬上找人拿走他 我覺得很好啊 當然了 山安白做的人都在破壞新聞自由等等 然後2012年的時候 當時的國家主席 胡錦濤訪港 然後蘋果日報追問六四的問題 然後又滴走了他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啊 然後2017年8月份的時候 做保安局的副局長 是非常之好好的 所以歐sir是一個非常之有能力 和非常之好的人 他做國安委秘書長 我覺得是勝任有餘的 絕對是做得到 絕對是做得來的 這集想大家認識多些 哪一個是歐志光歐sir 他的背景又是怎樣的了 好嗎 好了 講一講 昨天都非常火熱的一個話題 除了這個 叫做 那艘船沉了之外 就是珍寶海鮮房 除了珍寶海鮮房之外 珍寶海鮮房 我今天直播跟大家講講 好嗎 那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那還有就是 長者生活津貼 那這件事呢 是在昨天呢 非常非常之熱烈的 那 那 長者生活津貼 林鄭月娥呢 就 突然之間 在昨天早上 那些電台節目 就說 本週內 會公佈在9月份的時候 合併普通額和高額 長者生活津貼的錢 那 預計5萬個長者受壞 然後 社會福利署下 就兩點鐘的時候 就因為林鄭講了出來 那她就要公佈了 就說9月1號 就會落實到 合併長者生活津貼 還有這個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那合併之後呢 每個月金額就是3,915元 那 那林鄭呢 就在2020年的時候 年初就提出這個合併的 那 就沒有巨大時間表 那跟著呢 有些人就說 啊 李嘉超參選特首之後 而且選到他 那這個就可以 成為她的 一個叫做 交功課的東西 那樣 那不過這樣 有些人就說 不是啊 現在 在 李嘉超上任之前 林鄭就已經這樣 搶先落實到 還有幾天 只有10天 8天 那她這樣落實了 政綱的話 好像是想 搶李嘉超風頭 那我不知道 兩邊都有人說 有人說 李嘉超將會很舒服 有人說 林鄭是搶的風頭 那樣 隨便 但啦 即是怎樣都好 即是你怎樣都會有人說 那是吧 那其實呢 林鄭在2020年的1月份 就公佈十大民生的 叫做政策 措施啦 當時她公佈這個政策的時候 在施政報告裡面說的 那我當時也是在立法會那裡聽她說話的 其中一項呢 就是改革長者生活津貼的計劃的 那將普通長者生活津貼 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就是以後唯一 大大的提升 或一之後的資產上限 那林鄭月娥在2021年的施政報告裡面 就必死了 將會在2022年的下輩年 就落實合併這個建議 那 李嘉超在今年4月份的時候 就參選了特首 那在政綱裡面 就寫了 就是關懷安老的一個章節 那也是提出了落實合併 普通長者生活津貼 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東西 那或者採用這個普通的津貼 較寬鬆的資格的限制 但是 這個她就寫了在她的政綱裡面 因為她要延續前任的一些政策 這些政策不能斷 尤其是這些對於我們民生來說 是非常好的福利政策 但是她還未上任 林鄭已經率先將這件事公開了 那有人就說 總之兩邊都有人說 林鄭這樣也要搶東西 也要搶功勞 那就不知道了 那我們的行會成員 葉太利262就說 林鄭基本上 就是一早已經說了 那特區政府的政策 一定要有延續性的 那所以就是很支持李嘉超 就是繼續做下去 而李嘉超先生在擔任政務司的期間 在行政會議裡面也都有探討過這件事件 李嘉超就將合併 讓長生津放入政綱是非常之正常的 因為她 大家不要忘記 她不是就這樣無情正出來參選的嗎 她本身是政務司司長來的 她本身也要做些事情的 是不是 那所以她將這件事 放回政綱裡面 都是非常之正常的 但是 今屆政府 其實在年頭的時候 都沒有一些的計劃 就是沒有一個時間去招出來的 但是在 叫做 政府任期臨近完結的時候 才宣佈落實呢 葉太就很好 她就拆解了為我們 她說 是行政的問題而已 怎麼都要落實的 這個政策是好事來的 是不是 那 但是有些人就 不是這樣看了 例如 田 二少 田北辰 她就說 原本林鄭就預計在年底合併這個長生津 那麼 李嘉超競選期間 她就 她說了 她說 她說 田少 田少華 她自己要求 李嘉超上任之後 一百日之內 就要合併長生津 李嘉超就完成了 啊 形容李嘉超就是 腳頭不錯 這樣 你說得好像李功勞 為什麼 其實李嘉超在做政務司期間 已經在做 這件事 是不是 她不是石頭爆出來的 這件事 李嘉超又不是石頭爆出來 突然之間 去選特首 為什麼好像把他的功勞 是乾抹正 為什麼好像是阿田少 她的功勞 來的 好奇怪 我覺得 我覺得 好奇怪 總之 其實這件事 李嘉超是有功勞的 所以 不要抹殺他的功勞 好不好 好 希望阿田少都 就是 不要只說她的腳頭好 其實她過往的付出 都不少 OK 有些人就說 林鄭四任在職 自然就希望市民記得她自己的慰民政策 就不想把一些政職拱手襄揚 所以就在這個時間裡 十天八天 大家知道 把這個政策推出來 讓大家記得 林鄭月娥四個大字 我不知道 總之 有人說這幾個說法 就分享給大家聽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所以 希望大家留言告訴我 你怎麼看這兩件事 好嗎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震好留言 訂閱民建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